他是洪月 一个替父母偿还债务的人 此时的星途娱乐大厦内 一阵脚步声传来 大家都在和老板打着招呼 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子就是星途娱乐的老板 还是洪月的舅舅 名叫韩东青 此时正在大厅内和新签约的艺人打着招呼 希望大家都大红大子 互相成就 刚想安排工作 眼神一瞥 却突然惊讶了一下 原来是看到了他的外甥 洪月 看来海东青根本不知道洪月来他的星途娱乐 洪月刚想和他的舅舅打声招呼 就看到他的舅舅突然扭向一方 不再看他 似乎很不想看见他一样 洪月睁大双眼 不只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让舅舅不愿看见自己 海东青快速地安排好工作 通知解散 会议解散后 海东青都没有和洪月说一句话 洪月难过地站在那里 此时的老板室内 海东青正在查看着洪月的签约合同 随后让秘书给他倒杯水来 只听见一声秘书出去了 海东青愣了一下 突然之间一人竟从后面抱住海东青 这下的海东青一激灵 洪月粪粪奶粉地捧着海东青的脸 询问他舅舅刚才看他是什么眼神 只见洪月月身飞起 跳上沙发 吓得海东青大声吼到让洪月赶紧出去 突然洪月双手抓住海东青的肩膀 只听啪的一声 合同掉落 洪月将海东青压在了身下 轻声呼唤了一句舅舅 洪月说他的父母是海东青的仇人 但是他会替父母来偿还一切 当然也可以把他当作仇人 只是希望海东青以后别用那种眼神看他 说着说着洪月竟流下了眼泪 突然躺在海东青的怀里 说他没有父母了 只有海东青这个舅舅了 只愿他的舅舅 还能让他感觉到一丝的情分所在 海东青感受到在他怀里默默哭泣的洪月 于心有些不忍 随后慢慢地抬起手 慢慢地搭在了洪月的背上 洪月猛地睁开了眼睛 是的没错 他的舅舅在安抚他 洪月如孩子一样 将他的舅舅猛地抱入了怀中 舅舅海东青被他抱得都快喘不过气了 让其赶紧滚 赶紧红起来帮他父母还债 洪月起身揉揉脑袋 非常高兴回答好的 他与海东青见面还是小时候 他的母亲告诉洪月舅舅来了 而洪月还只是个嘴里吃甜甜圈的顽童 这是年轻时的海东青 洪月第一次见海东青 就对他素未谋面的舅舅充满好感 洪月母亲一便唠叨洪月 一便领着海东青进来 直到走近身边 海东青俯身告诉洪月以后 他就是他的舅舅 洪月看得发了冷 就连甜甜圈从嘴里掉落出来都不知道 海东青看着甜甜圈掉落在地 感到疑惑 随后哈哈哈哈大笑不是说很调皮吗 怎么感觉说的不对呢 明明是很呆嘛 看向一旁的小提琴 询问洪月会吗 洪月突然乖乖起身 表示没问题 随后转身快速跑向小提琴 只见洪月拿起小提琴 月儿的音乐 想起 海东青看着奏乐的洪月 都看呆了 这一刻洪月如同一个会发光的小精灵 拨动着每个人的心灵 海东青惊讶和洪月母亲夸赞洪月的实力 甚至比大人还要高上许多 洪月母亲也是疑惑着孩子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一说表演就说让别人去看猴子 但是现在洪月怎会知道母亲和父亲小算盘 原来洪月母亲和海东青并不是真正的姐弟关系 而是上一辈重新组建关系而走到一起的 海东青也是很珍惜现在的家庭 但却不知这将为后来埋下了定时炸弹 洪月父母还在扮演着三好家人 随后询问海东青现在的学习 海东青只把他们当作家人说 打算读影视制作研究生 希望能在影视圈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夫妇二人还夸奖海东青好志气 但是洪月母亲突然一声惊讶 原来是发现了正在偷听的洪月 原本从小就自来封的洪月 今天却胆小甚微 海东青温柔地看着小洪月让他别害怕 轻声呼唤让其过去 小洪月害羞地看着海东青 随后腾腾地跑了过去 问其不是想叫他舅舅吗 怎么不叫了吗 洪月急忙说不是的 他想叫舅舅 海东青看着小洪月 说还以为小洪月不喜欢他吗 洪月母亲让洪月搬对椅子坐在那里 海东青却一把抱起小洪月 让小洪月与他坐在一起 海东青看着小洪月 心想自小第一次生活在单身家庭 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亲情 在之后的几年里 小洪月就成了海东青最疼爱的宝贝 但是五年后的一天 洪月的父母露出来真实面目 海东青听到声响打开门却惊到了 只见洪月的父母恐怖得如恶魔 问洪月将之前的东西都藏在哪里了 海东青进来便拉着洪月的父亲不让其乱翻了 他已经没有钱再拿去让他们赌了 洪月的母亲却突然抱住海东青 请求他再帮他一次 海东青愤怒地说 这几年他们的好赌 已经将海东青母亲和外公遗物贩卖 就连实现梦想的钱都给了他们 劝他们多多想想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回头试案呢 可是劝两只狼回头试案简直就是笑话 只听洪月的父亲说 要不是知道海东青的家庭有钱 怎么会同意已经快要入土的老人走到一起 海东青震惊地看着以前好面容的父亲 只觉得不可思议 随后洪月的母亲这一处角落里找到了那幅名画 海东青赶紧前去阻拦 这可是他外公最后的一座 这是海东青最后的东西 洪月的母亲争鸣地说如果不给他 他们将会没命的 只听东的一声巨响 洪月的父亲竟将一个酒瓶子砸在了海东青的头上 海东青头被砸得瞬间冒血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为以后埋下了伏笔 洪月的父亲竟直接将酒瓶子直接扎紧海东青的肚子 海东青痛苦地倒地 海东青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二人竟是如此的蛇血心肠 直至倒地不起 二人更是没有再看海东青一眼 不论他的死活拿着话就离开了 最后发现海东青的还是楼下的邻居 海东青被切除了半个肝脏 几天后七十七总算从鬼门关回来了 洪月痛苦地呼唤舅舅 只见洪月泪流满面地跪在海东青床前 洪月哀求海东青要快快好起来 只要他能好起来 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虽然他的父母已经逃走了 但是他不会永不婚 洪月会将他父母所欠下的罪来偿还 只想平时疼爱他的舅舅快快醒来 躺在病床上的海东青痛苦抓着床单 没想到一开始他就是洪月父母的猎物 海东青轻声呼唤洪月 洪月听到舅舅醒来 赶紧上前 看着已经醒来的舅舅 洪月非常激动 海东青此刻万念俱灰对洪月说 让他必须赴债子偿 洪月很是想舅舅快快恢复起来 答应海东青的要求 但是就是在那时期 洪月就开始为父母偿还 八年过去 现在的洪月已经长成一个帅气英俊的男生了 海东青继续说他以前年龄小不值几个钱 但是现在是时候偿还了 洪月走上前说不用海东青提醒他 他一定会夺走他父母欠下的债 当然还不止这些 自从八年前的医院中海东青醒来 洪月就决定舍弃自我来偿还一切 只要是海东青想要的 海东青冷酷地说 如果是他要洪月去陪美老板过夜呢 洪月看着海东青回答 只要海东青想要他去办的 他一定会去办的 海东青居然真的打算让洪月去陪美老板一晚吗 海东青站起身就让洪月做好准备 随后打电话通知美老板 说新人里面有个美老板喜欢的那种人 随后让美老板过来看一下 洪月听到海东青的对话瞪大了双眼 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通完话告诉洪月美老板马上就回来 殊不知洪月此刻落寞地低下了头 海东青告诫洪月可不要只说空话 没有实际动作 只会让海东青觉得他还是幼稚的小孩 洪月没有任何表情地问海东青 美老板是不是他不能失去的客户 海东青扭头回答 那是当然 还以为洪月要转身出去准备 谁知突然大手一抓 直接将海东青抓住 转向他面前 在海东青诧异的目光下 洪月竟然稳住了海东青 时间磅佛停止 这究竟是多么狗血的一幕啊 毕生趴响彻屋内 没错海东青打了洪月一巴掌 愤怒质问洪月是不是疯了 洪月默然地解释 他答应去陪美老板过夜 但是他的初吻 他要留在他舅舅这里 海东青脑中轰的一声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随后一阵敲门声 打破二人的尴尬 近来的竟是一女人 难不成他就是美老板 美女向着洪月二人走来 跟洪月介绍他是经纪人 名叫张力 就在洪月刚想询问海东青的时候 海东青突然张口说以后再说 洪月突然明白了 海东青实在骗他 那有什么去陪美老板过夜啊 张力是经验最丰富的经纪人 让洪月以后叫他张姐 并且询问洪月的嘴角怎么红红的 洪月直说是一不小心碰到的 张姐说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毕竟一人可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脸蛋 海东青让洪月没事的话就出去吧 看着洪月的样子 不知是否理解海东青的心思 张姐瞬间明白原来洪月是海东青的外甥了 海东青嘱咐张力不要往外说 此时还有秘书知道 张力表示没问题 不管洪月是不是他的外甥 张力都要带的因为 洪月身上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气质 似乎还有一种微乎其微的痛苦感 这在同龄人中可是几乎不存在的 询问海东青他的外甥 是不是经历了常人没有经历的痛苦啊 海东青扭过头表示 没有 洪月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空却打起了响雷 很快雨滴哗啦哗啦的掉落在地 洪月走在雨中想到 海东青还以为洪月和孩童一样 吓唬两句就会逃掉吗 洪月抚摸着刚才亲吻海东青留下的痕迹 他才不是什么小孩子了 手机钉的一声响了 洪月拿起一看 是学校发来的信息 因为新生的原因让洪月把行李搬出去 另一边的星途娱乐大厦内 海东青望着窗外的雨夜 想得出神 回想起刚才洪月的作为 海东青便觉得头痛 还真是个大逆不到的东西 只是想让洪月知难而退 没想到洪月竟然真的准备就去 随后手机一声信息提示 将海东青从思绪中拉了出来 拿起来一看 是洪月发来的信息 此时的洪月 正落寞坐在公交站牌下 直直地盯着手机 告诉海东青他想在外租一个房子 海东青一查定位 洪月的位置锁在公交站 将手机随手一扔 供洪月念了这么多年的书 难不成要一直供养着 随后愤怒起身 外面雷声多响起 海东青正高兴地洗着澡 洗好澡出来一看 看了之后海东青直觉地荒唐 洪月竟然还真的在公交站 难道他一直在 此时窗外大雨纷飞 洪月正坐在公交站的马路边上 一声洪月让其抬起了头 一辆汽车向着洪月驶来 原来是洪月的舅舅 海东青愤怒地吼道还不赶紧上车来 不能再淋雨了 洪月惊讶地喊道舅舅 此时的车内 海东青愤怒地训斥着洪月 威胁洪月生一次病就追加一百万 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洪月一阵解释最后说出 他想暂住海东青的家里 海东青无话 没办法只能让洪月租到房子就走 洪月开心地回应着 回到家后 海东青告诉洪月体温计在桌上 让他好好测量体温 看着洪月的动作 海东青想到洪月还是小时候的洪月 习惯可真是一点都没有变 小时候的洪月会屁颠屁颠地拿着体温计向着海东青奔来 长大后的洪月也是一如旧往 但是为什么看见洪月的脸 总是会想起他的母亲 以及和他父亲当时可以杀死我的强壮身体 这是经常出现在海东青梦里的环境 洪月小心地将手伸向颤抖的海东青 温耳细语地询问海东青这是怎么了 并将其拥入怀中 海东青突然一把将洪月推开 体温计当当一声落地 声音显得十分的突兀 洪月正正地看着海东青 海东青居然忍不住地哭泣起来 洪月惊讶地看着海东青 只见膝盖落地 洪月跪在海东青面前 轻声呼唤她是洪月啊 祈求海东青不要厌恶她 将海东青拥入怀中 她是洪月不是伤害她的人 她会保护海东青 保护海东青一切的东西 海东青终于清醒过来 轻声呼唤是洪月吗 洪月的回答让海东青瞬间送了一口气 紧紧抱着洪月 凌晨大雨依旧未停 海东青躺在床上看着手机 八年间洪月从未间断过给海东青发消息 海东青心想洪月会不会有一天 明白她不必为了偿还父母的债 反而逃得无影无踪呢 她的内心现在十分的挣扎 她不愿洪月逃离 她想洪月为她父母所做的一切来偿还 哪怕是牺牲洪月一生的自由 手机叮的一声响 将洪月从睡梦中叫醒出来 洪月困得揉了揉眼睛 看了下手机 竟是海东青给洪月发信息 告诉洪月她渴了 让洪月给海东青倒杯水喝 洪月起床 到了海东青的屋内 询问她舅舅还没睡吗 海东青表示是因为口渴的缘故 并让洪月把水放下就出去吧 洪月走到床头柜前 并将水杯放下 随后走出屋外 就在门口时 洪月转身告诉海东青有什么事 叫给她一声她就会来 可是躺在床上的海东青 只是给了洪月一个背影而一言不语 清晨的阳光照着这所城市 此时的办公室内 海东青给洪月安排了两部 极其适合她的局 而且洪月已经选择了 她想征询一下张力的意见 张力说两个都是男三的局 一个是残暴纵欲的王子 最后死于工人的刺杀 并一个却是皮皮帅帅的正面男主 张力猜想洪月选的是第一个 夸奖洪月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海东青却直接否认 让洪月接第二个说第一部 就想卖得那么顺心 说第一个角色搞不好会跌脚 看来海东青还是担心洪月 嘴上虽然很毒 但是心里却无时无刻担心她外生 此时的洪月房间 张姐询问洪月是不是很失落 毕竟想演出的角色被否定了 洪月安静地表示她并没有 一切听从海东青安排 在去拍摄的路上 张姐开车接上了夏冰 洪月坐在车里看着奔跑而来的夏冰 夏冰热情洋溢地跟洪月打招呼 原来她就是这次拍摄出演我朋友的夏冰 洪月淡淡地回应着她 张姐向他们说明了今天的行程 并嘱托他俩今天要好好表现 夏冰突然拽了拽洪月的胳膊 随后居然毫不避讳地趴在洪月耳边 悄悄地说她长得真帅 她很看好看好洪月 随后又提议两人组成CP 因为组CP更容易活 洪月用余光扫了她一眼 不但丝毫犹豫 抱歉 洪月说道 她对组CP这件事没兴趣 夏冰还在不死心地继续说着 洪月依然坚定地表示自己对炒作CP没有兴趣 这时张姐忽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今天韩老板说有时间的话 会到剧组看你们拍摄 洪月听到舅舅要来的消息 顿时开心了不少 到了剧组 洪月很认真地和对手演员拍戏 虽然只是第一次拍戏 但是洪月也很快地就进入了角色的状态 围观的群众不免发出惊叹 这个新人不仅长得帅气 演技也非常在线 洪月高超的演技一条过 Cut 过 导演非常满意 张姐也拍手称赞真不错 洪月完全演出了心里有个得不到的人那种感觉 演得真不错 导演提议大家先休息一下 洪月深呼一口气 放松了一下自己 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来剧场考察的舅舅 正好和舅舅眼神对上 对于洪月刚才的表演 舅舅全部看在眼里 舅舅向洪月点头示意 对他刚才的表演非常满意 洪月没想到真的让舅舅看到了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舅舅的认可 洪月高兴地合不拢嘴 洪月和导演讨论完接下来的剧情 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舅舅 谁知刚走到休息室门口 就听到里面有声音传出 他透过门风看向里面 居然是那个要和自己组建CP的夏宾 现在出现在了舅舅的房间里 夏宾羞涩地对着寒冬青说他有双向情感障碍 下午就有他的戏 他感觉心率好像有点失俗了 说着就握起寒冬青的手 请他摸摸自己的胸口 夏宾直勾勾地看着寒冬青 问他有没有感觉到心率快得不正常 此时门外的洪月眼底满是愤怒 内心在想着孙子到底要干嘛 寒冬青面无表情地看着夏宾说 我觉得是正常速度 转眼间夏宾就要上手摸寒冬青的胸口 眼看他的手马上触摸到舅舅 洪月突然冲过去抓住了他的手 夏宾被这突如其来的打断 搞得有点懵圈 质问洪月在干什么 寒冬青一脸冷漠地看着他们 夏宾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洪月不由分说地拉着向外走 寒冬青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一脸无语 转身打电话给张力说公司有事就先回去了 让张力照看着他们 休息室外 夏宾双全紧握脸色阴沉可怖地 看着洪月说他在跟老板说话 拉他干什么 洪月恨恨地看着夏宾问他想干嘛 一会想跟他搞CP 一会又去骚扰老板 夏宾眼眶微红 委屈地说他想洪想得要死 韩老板又喜欢女的只能投其所好 洪月听到这个劲爆的消息 不由一愣 眼神中闪过一抹惊讶 洪月惊讶到夏宾在说什么 他听谁说的 夏宾低头表示只是传闻了 并反问洪月难道也想去勾引老板吗 只是韩老板只喜欢娇小的 听到夏宾说的话洪月瞳孔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夏宾并未注意到洪月的变化 突然变得垂头丧气起来 浑身微微颤抖 自言自语地说 他已经二十八了 再接不到角色了 他就不用活了 洪月沉默了一下 看着眼前这个突然泄气的男人 洪月问起夏宾 真觉得自己是因为没有炒好CP 没炒好老板才不红的吗 不是 夏宾也知道自己长得不够帅 演技也不是顶流 洪月思考片刻答应了和夏宾组CP 但是仅限于这部剧 洪月也想看看这CP组不组 到底能怎样 夏宾听到洪月答应和自己组CP 一扫刚才的阴霾 欣喜不已地说好 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夏宾 丝毫没有注意到步步逼近的洪月 洪月双手将对方控制住 脑中浮现出夏宾刚才说的话 舅舅只喜欢娇小千玺的 洪月恶狠狠地瞪向夏宾 警告他再去勾引老板 否则就咬死他 洪月解决完夏宾的事 就立马回了家 他放下东西四处张望 发现舅舅还没有回来 拍了十几个小时的戏 累坏了的洪月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面放松 脑中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舅舅 舅舅到底没有把他扔在大街上 就算是把他作为财产 为了更好的还钱 洪月心里也感到温暖 洪月这次虽然没有演到 中意的角色 但是只要是舅舅愿意 他就没有问题 洪月觉得现在除了他 谁还能偿还舅舅受到的不公呢 舅舅不该无端遭受这些事情 所以他必须这样 洪月胡思乱想着到处走动 突然注意到舅舅的房门打开着 最终还是没有抵住 诱惑悄悄地潜入进去 洪月站在房间里左右观望 注意到舅舅的床上用的是 单人被子和枕头 衣柜也只有他自己的衣服 洪月顺时就松了一口气 如果自己发现了别的男人 或者女人生活的痕迹 洪月觉得自己肯定会受不了 接着洪月又走到床边 发现床头柜上竟然有那么多药 自责和心疼涌上心头 果然切除肝脏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 他以前很健康 现在才三十多岁 床头就摆满了药 想到舅舅发病时痛苦的模样 洪月难过地低下了头 洪月正打算转身离去 忽然注意到卧室的另一边竟然连着书房 洪月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进入 疑惑又认真的看着书房里的摆设 突然看到一尊佛像违和地摆放在书柜里 洪月盯着眼前的这尊佛像 疑惑到舅舅什么时候信这个了 看着这东西 洪月莫名地感到好不舒服 就在这时洪月听到大门声响了一下 舅舅回来了 洪月匆忙离开卧室 舅舅随口问道 洪月吃饭了没 洪月说还没 似乎在意料之中 寒冬青面不改色地说桌子上有便当 看到桌子上的两份便当 洪月先是微微一愣 洪月没想到舅舅还会给自己买便当 然而寒冬青却一脸傲娇地说 他只是习惯了多买一些 话音未落 洪月就飞快地奔向桌边拿起便当 屋外灯火通明 房间内的两个人也多年没有坐在一桌吃饭 这种场景也只在小时候才出现过 吃饭时洪月再次情绪低落 他低着头问舅舅就那么恨他吗 寒冬青想也没想的就回答洪月 他不是恨他 只是洪月听着舅舅的回答 瞪大了双眼 期待舅舅继续说下去 舅舅虽然明白这一切都不是洪月的错 但还是选择了继续伪装自己 接着他冷漠地说到他只在乎洪月能不能还上他的钱 舅舅的回答让洪月再次痛心 当然会还 洪月没有告诉他是因为舅舅才活下来的 洪月根本没法接受爸妈抛弃他逃走的事 直到发现压岁钱都被取空才知道那就是事实 那时的洪月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抢救室里的舅舅 他站在医院的楼顶上就想跳下去来着 寒冬青听后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洪月 他从来不知道洪月为了自己做了这么多 洪月继续说到他当时还去找了音乐老师 求他退了预付的课程费 给舅舅交医疗费 寒冬青醒了之后 那时的洪月一心想着为了给舅舅挣医疗费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差点落入坏人布置的陷阱 想也没想就打算跟着骗子离开 这名男子竟敢诶骗洪月跟着他走就有钱赚 洪月一听有钱赚 便动了心 此刻的医院房间内 海东青询问护士他的外甥了 护士说他看到洪月跟着一男子走了 而且医疗费已经付过了 说是不上学退下来的学费 海东青一听瞬间瞪大了双眼 直觉告诉他不对劲 医院外正和那名男子走的洪月 却听到有人叫他 回头一看竟是护士前来追赶 告诉洪月他的舅舅让他回去 洪月回到他已经工作了 可以挣钱去给海东青治病了 但是护士接着说如果洪月不回去的话 海东青就会亲自下床前来寻找 现在的情况下床可是十分危险的 这番话语让洪月停下了脚步 一想到海东青冒着生命危险 要下床过来寻找他 洪月震惊地睁大了双眼 殊不知那名男子竟偷偷地溜走了 医院房间内 洪月急忙赶回海东青的病房 海东青看着泪得气喘吁吁的洪月 告诉洪月他还有一些海外基金 不许洪月在自作主张离开海东青的视线 决绝地让洪月赶紧上学去 他可不想欠洪月的 否则绝不原谅 洪月忍着泪水不掉落 轻声回答他知道了 此时的饭桌上 洪月正和海东青回忆着以前的事 洪月笑着直呼当时的自己好傻 差点就被拐走了 但是海东青想的和洪月确实不一样的 他只是没想到洪月也曾想过自杀 那段时间不仅是海东青的黑暗时光 也是洪月的低谷期 海东青是故意忽略洪月痛苦 夜幕降临 洪月推开海东青的房门 询问他的舅舅是不是在看电影 说他可不可以一起进来看 两名爵士美男子坐在沙发上看着电影 洪月却偷偷查看海东青 海东青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电影 洪月又重新看向电影 海东青看着电影 不知不觉又想起来了之前的点点滴滴 小小年纪的洪月夸奖 电视里面的人物演得真好 海东青笑到他一个小屁还能看懂什么 洪月解释男主一定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所以才做得那么的好 海东青欣慰 没想到洪月小小年纪就能看到这份工作 其他孩子估计也只会是说大明星 两人就这样和睦地看着电视 海东青问洪月如果一个是喜欢你 和一个喜欢看你作品的 他会更看重哪一个 洪月表示他更喜欢别人喜欢他的作品 胜过喜欢他 只是喜欢本人的话就太没意思了 海东青倾听着洪月的回答 果然是和小时候一样 回复的答案从不会让他失望 突然一只大手伸出 是洪月趴在海东青的耳边说 只有一个人他可以不用那套规则 洪月的突然凑近 究竟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洪月用手符摸着海东青的脸庞 暧昧地说希望海东青喜欢洪月 胜过喜欢一切 说完就深情地朝着海东青吻去 海东青不可思议地看着洪月 就在洪月马上吻住海东青的时候 海东青的耳旁回想起一句话 那就是他的初吻 海东青直接挣扎开来 大声喊着洪月的名字 只希望他能清醒一些 海东青害怕地望着洪月 洪月察觉到了海东青的异常 关心地询问是不是又吓到他了 洪月祈求他别那么害怕 他会尽他所能前去弥补海东青受到的伤害 海东青低声说 有些伤害是一辈子也不能和好如处的 再也回不到以前那样喜欢和疼爱洪月了 洪月却突然打断海东青 说他才不想回去以前 他想要的可不是以前的种种 例如哄哄孩子而已 此时的洪月正在痛苦地纠结 他一直忍耐而且忍得很辛苦 从第一次见到海东青他就 海东青看着此时的洪月 男人的第七感告诉事情快要控制不住了 而且洪月接下来要说的话是海东青无法承受的 就在洪月喊出他一直喜欢就被海东青打断 询问下一场的剧想好该怎么演了吗 海东青直接起身 机会他已经给洪月 如果洪月做不到拿什么来还钱 随后走出了电影房 留下垂头丧气的洪月一人坐在那里 回到房间内 海东青刚喝好水就听到了手机一声钉响 拿起手机一看 是洪月发来的信息 表示他是不会让海东青失望的 剧本散落一地 洪月坐在地毯上心不在焉地研究着剧本 他对海东青的感情可不是简单的依赖之情 而是另一种他自己都觉得罪恶的方式 会时常在夜里幻想着海东青 洪月坚信自己会一刻不停地想着海东青所说的目标而去 希望海东青会一直停留在那里等着他 次日的星途娱乐大厦内 洪月询问张姐公司是不是又为他买僵尸粉了 不然怎么会几天时间超过百万粉丝关注他了 张姐表示没有 只是最近他的一部影片上线了而且都是真爱粉 洪月不可思议觉得那么猛吗 张姐上报海东青说已经上线有一周了 而且两名主演都是流量明星 再加上洪月本身的魅力 座椅人气一直在增高 海东青不解问张力这个超话又是怎么回事 张力一看为其解释 这是粉丝搭建的CP超话 因为剧中二人毒蛇又互相支持的原因 所以是很讨喜的 海东青突然严肃如果是粉丝自发的倒没什么 只是不可以主动磕CP 禁止一切场外亲密举动 这种短期洪力对演员毫无疑用 反而会对后期产生影响 张力表示亲外生果然不一样 事实都亲力亲为 如果是其他新人估计是一另种做法了 海东青沉默不语 心想洪月是不能再出事了 毕竟他还要挣钱还给海东青 几日后发布会上 趴在洪月耳边的人 正是粉丝曾经为洪月组CP的那名女子 到那时这被眼见的女网友们所发现了 台后洪月愤怒地警告那名女子离他远一些 他可没有答应要配合到这种地步 让其不要太过分 尤其是他的手 那名女子则是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 他两随是配角 但还是很有热度的 为什么不趁现在多撰线呢 他反驳洪月刚出道就有那么多的粉丝 是体会不了他的心情的 他渴望一举一动都能被网友发现 那种黑暗的日子终于结束 只觉得这种感觉犹如 话还没说完就被洪月打断 洪月让其拿出一面镜子好好照照 禁止CP是老板亲自吩咐的 没想到对方反而嘲讽洪月 也应该照照镜子 洪月一脸冷漠地听着他哒哒 对方表示他是靠外部力量浇灌而活的 没有别人的支持是会一蹶不振的 但是洪月却完全不一样 竟然完全不在乎外人的眼光 说着说着就将手伸向洪月 明明是一个自产的能量强者 怎么感觉做事未手未脚的 趴在洪月身上说他的演员事业是自己的 可不是老板的 没必要事事都听老板的 更何况老板的目标是公理利益化 而他们一颗妻子罢了 粉丝喜欢看就让他们看 毕竟放着能转的反而不转 是不是有点不开窍呢 洪月看不清表情的说无所谓 反说老板既然说了不能干就是不能干 说完直接丢下对方转身离去 还不忘回头提醒对方 还有后半场不会一直搭了个脸去现场吧 对方表示如果他再回到以前一样的话 他会像花朵一样枯萎的 洪月表示枯萎不枯萎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还真是不敬业 对方赶紧大步撵说他可不会不敬业 随后大步跑 路过洪月时竟朝着洪月做了一个鬼脸 然后快速跑开 留下原地只觉得尴尬的洪月 大厦内 员工和海东青汇报夏末与之的导演到了 海东青让其带到会客室 他一会就去 此时的会议室内 海东青和导演二人相互客气着 跟导演说到酒店已经备好 还请求导演和他们的演员和工作演员开个庆功宴 可是就在接咖啡时 导演却摸了一下海东青的手 这微小的动作让海东青垂下了眼眸 导演表示其实他更想和海东青单独的吃一顿饭 就在递咖啡室 韩东青的手被摸了 眼前这胖子居然还想着单独的约韩东青吃一顿饭 韩东青快速的把手抽回去 拒绝导演说这次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 不好更改不如下次吧 没办法导演也不好再次提出那过分的要求 韩东青起身先去参加庆功会 走出会议室后 韩东青恶心的用着消毒湿巾擦着手 没想到这个承在无数梦想的圈子 居然那么的肮脏 简直就是恶心一个屠宰场 夏冰正在激动的诉说 没想到今天有一个新剧过来找他 并说非他不可 夏冰说这让他看到新的光芒 红月向他祝贺 就在这时一人走来 竟是红月的舅舅韩东青 殊不知二人的一幕被韩东青看得清清楚楚 夏冰更是突然扑进了红月的怀里 韩东青没有发出声音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夏冰解释这次他真的只是想个抱抱而已 可没有阻CP啊 红月轻声地安慰他 并且用手揉了揉夏冰一头 诗巾悄落地 此刻看不到韩东青的任何表情 随后落寞地走开了 这是酒店 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着庆功宴 却不知这个死胖子在桌子下搞起了小动作 居然悄悄地攀上了韩东青的腿 没办法 韩东青只能躲闪 并不能做出任何反抗 红月此刻一脸的不愤 胖导演说韩东青不给面子都不肯陪他喝酒 韩东青解释是身体原因喝不得 谁承想胖导演当场发飙说韩东青一点都没有诚意 就这还是老板真是扫兴 这时红月突然端起酒杯 说他替老板喝 随便怎么喝都行 胖导演却直接讽刺其红月有什么资格 如果真想让他爽的话 让红月和夏宾当场亲一口给他看 这究竟是什么恶心导演啊 韩东青低头不语 胖导演还在继续说什么时候他说听才可以听 这直接震惊了其余二人 就在红月和夏宾对视时刚想做出行动 韩东青制止了这场闹剧 随后抢过胖导演的酒杯 并说他来陪胖导演喝个尽省 随后一阳而尽 喝过就得韩东青脸有些红润 红月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急忙奔向韩东青 斥责他是不是要死 他怎么能喝酒呢 便拉着韩东青要去厕所让他吐出来 但是这恶心的胖子让不愿放过韩东青 还和别家做起比较 红月可不管那么多 愤怒地直接将阻拦他们的胖导演推向一旁 这众人的注视下将韩东青带出的包间内 胖导演被当场夺了面子 随后出言威胁红月以后是不可能混出头了 秘书突然愤怒地喊到导演 他已经按照韩东青的吩咐 对此次的饭局全程录了音 胖导演突然慌乱起来 秘书接着说已经按照最大的体面给了胖导演 想必导演也不想与他们撕破脸皮吧 肯定也想维持表面的和平吧 胖导演听到后瞬间跌坐在地 脸上直冒冷汗 另一边的厕所内 呕吐声不断地响起 红月关心地询问韩东青是否好一点 随后一把将其搂入怀中 红月坚信地说他一定会强大起来 不再让韩东青受到一点伤害 韩东青提醒红月 这一行的路不好走 要做好准备 红月指示韩东青无所谓 但是以后绝对没有人能再侮辱韩东青 就算是那个胖导演也不行 就算结束自己的演员生涯 他也水揍他一顿 然后仅仅将韩东青控制在怀抱中 韩东青的内心似乎在发生着某种改变 红月对韩东青说先休息一会再回去 随后坐在了马桶上 红月也让韩东青也坐在这里 这一幕似乎 韩东青坐在了红月的腿上 靠在了红月的怀抱里 二人静静地坐在那里 韩东青慢慢地伸手触碰红月得手 从韩东青的内心深处 似乎碰发出了一种很神秘的情愫 韩东青突然询问红月和夏宾他俩之间的关系 而且看着他们走得很近 红月猛地睁眼 反问韩东青问的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下情谊 韩东青让红月被废话 禁述说来 红月反而哈哈哈哈大笑 笑得韩东青一阵茫然 红月解释只有不管任何关系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同事关系 说韩东青怎么会想到那么不靠谱的事情上去 韩东青垂下眼眸 随后说谁知道是怎么想的 突然红月停下笑意 一本正经地问韩东青 他很想看一下韩东青的伤口 说着就要解开韩东青的扣子 这可把韩东青吓一大挑 韩东青挣扎着拒绝红要看他的伤疤 并让红月起来 愤怒地吼红月 他可是红月的舅舅 只见红月眼神迷离地说那又怎么样 慢慢地放开了自己的双手 韩东青似乎也着迷在这环境中 红月也在幻想着什么 韩东青紧紧地住着红月的肩膀 突然一阵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将二人瞬间惊醒 是公司的同事来问老板有事没有 韩东青慌乱地扣着扣子 说马上就好让红月再安扯 红月看着背对着他扣扣子的韩东青 韩东青只觉得被当头一棒打醒了一样 是的他又变回了的红月的舅舅 红月的讨债人 狂涌上来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快要把他杀了 就在韩东青打开就要出去时 红月却突然喊了一声舅舅 急忙拉住了韩东青 说他还没有看清韩东青的伤口 韩东青一阵无语 让红月快被闹了 红月一脸的不愿意 但是韩东青还是直接被甩开了红月的手 向外走去 看着韩东青走出厕所门外 红月心想也是他不愿看韩东青身陷困扰其中的样子 可是红月无法停止对韩东青的喜欢 只有再努力一点 此时的韩东青心想下次绝对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件 酒店外 韩东青将胖导演送上车 并说他们只会记得愉快的事情 并且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胖导演有点不怀好意的说韩东青记得就好 韩东青目送着胖导演离去 随后让秘书先送张力和夏宾他俩 韩东青和红月自己走着回去就行 夜晚的城市 红月抱怨很难打到车 唯恐韩东青身体不行 韩东青说打不动就算了 散步走回去就行了 就在二人散步回去时 红月伸手向韩东青的手臂 一把抓住 韩东青直接躲开 红月不死心的在上前 紧拉着韩东青的手臂 韩东青无奈 但还是错开了红月的手臂 红月刚想上前 韩东青直接转身扭头看向红月 韩东青就这样看着他 红月扭头不敢直视韩东青 但是韩东青顺着红月的目光看去 是一个大屏幕上正播放着穷花奖颁奖典礼 红月说恐怕只有能在穷花上面获奖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影帝 韩东青打击到以红月现在的处境是没有说梦想的呢 更何况作为新人出演的红月韩东青可是没挣到钱呢 红月解释他只是说梦想 其他的不重要 随后扭头看向韩东青 只要下辈子记得就行 这辈子他只为他的舅舅韩东青 红月真的这辈子只为了韩东青吗 韩东青听到后直接愣住了 此后二人就这样沉默不语 往家的方向走去 夜晚的天空是那么的美丽 但是将二人衬托得如此落寞 回到家后 此时的韩东青已经躺在睡觉了 但是一个手朝着韩东青的脸庞伸了过来 韩东青睁开眼睛 竟是红月前来叫他 红月深情地对韩东青说他喜欢韩东青 这句话吓得韩东青直接坐起身 挣扎着要把红月推向一边 但是左右查看后 居然没有红月的身影 虚惊一场 只是一场梦 韩东青心想红月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的 他也只是韩东青发泄的出口 不能报复到红月的父母 那也只有他了 他没想到他这么对待红月 红月还要喜欢他 竟然还说出一辈的这种话 回想起红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韩东青只觉得只有精力旺盛 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更何况红月懂什么是一辈子吗 韩东青喜娘是不是他单身的太久了 不对应该是他从没有恋爱过 可能是这样才拒绝不了红月的乱来 韩东青心想不然在找以前约会过的人再试试吧 翻找着手机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那些名字了 看来还是要好好补脑啊 打开手机一看 直接震惊了 原来是红月的好友数据 韩东青惊讶的直身做起 前两天明明才一百万 这怎么会长得如此之快 韩东青仔细看着红月下面的评论 为什么总感觉有些不放心呢 突然之间竟想不起自己刚才想干做些什么了 四日的星途娱乐内 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传来 张力询问老板韩东青的去处 这是老板接到张力的电话 表示他在外面刚开会议 询问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张力着急的说不好了 让那个韩东青赶紧去看热搜 原来是网络上爆出了一组 夏宾以前餐厅和别的争吵的视频 韩东青看着热搜上对待夏宾的众多话语 随后暴躁的说这都是什么破借口 简直是无稽之谈 张力询问韩东青接下来该怎么应对 韩东青低下头 此刻十分的无奈 随后回答应付不了 夏宾隐瞒了被拘留的历史 谁也就不了他 剧中夏宾的镜头都被解没有了 此刻的红月 也着急的向着他舅舅的办公室走去 刚进门 就着急的询问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韩东青表示他已经跟巨方道过歉了 红月的戏份损失不大 但是接下来需要红月做一些事情 删除一切与夏宾有关系的帖子 还要以不知情的身份发表道歉说明 就像此人从未出现过一样 红月问韩东青夏宾真的没有翻身的余地了吗 韩东愤怒的说 违法犯罪是底线这是不可置疑的 红月忧愿的说 道歉的帖子他会发 但是互动的微博他不想删除 出事前两人还有说有笑 这时候删除一切总感觉太势力眼了 韩东青安慰红月这不用他担心 公司会出面解决一切 不会对红月产生任何影响 红月不想说话 直说真是好多安全的操作 这句话直接将韩东青惹起了火 红月不明白他的用心良苦 竟然说出这些话语 红月赶紧解释他不是说这个意思 只是说删除那些互动的帖子会觉得很虚伪 韩东青再也不想跟红月继续辩论 只想让红月好好看清楚 究竟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红月 红月难受到他只是觉得没必要 向每个人都解释一遍 他只要能磨练出好的作品就行了 其他的他不在乎 韩东青愤怒地抓起红月的衣服 斥责红月在说什么胡话 演员这个职业是面对大众的 不在乎大众那在乎什么 红月解释那是因为夏宾是第一个和他合作的伙伴 回想起夏宾和他说的一切 这也让红月了解到自己从未了解到的一部分 韩东青直接甩开红月的衣服 愤怒地说红月现在应该向着如何保全自己 而不是说这些没用的 话必二人都是沉默不语 静得一根针掉落在地都能听得清楚 红月难受地落下眼泪 随后眼神坚信 红月说韩东青不能理解且这样评价他的想法 他很伤心 他告诉韩东青 他一定会成为韩东青口中的狗屁艺术家 如果违背公司的利益 耽误韩东青挣钱他会改 而且他也只为韩东青做出改变 你要那么认为 那就那么认为吧 韩东青也不管红月是怎么样想的了 告诉红月 哪怕真的是为了韩东青 也要回去把帖子删掉 红月看不清表情的回来又应了一句 就这样二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虽然结局照着韩东青说的所作 但是两人似乎都在志气 红月走后 关门砰的一声巨响 留下落寞的韩东青 殊不知韩东青也痛苦地流下了泪水 红月刚从韩东青的房间里走出 就看到了刘秘书再次等候 红月和刘秘书打着招呼 刘秘书提出想和红月聊聊的想法 大厅内 刘秘书和红月解释韩东青是怎么想的他不知道 但是根据韩东青的做法他这个秘书多少看出一点 他告诉红月 他最近的上升苗头还很不错 一直有新的聚合和综艺想邀请他前去 但是韩东青都拒绝了 他只想找出更好的作品来给红月 如果只是为了钱 那也就大可不必了 刘秘书说红月刚才在办公室的话有些过分 在他看来 韩东青很是爱惜红月远远胜过消耗他 关于夏宾同事们也是十分痛心的 老板不是真正的铁石心肠 听到刘秘书这样说 红月觉得刚才对韩东青的作为十分的不对 此刻充满了懊悔 夜晚降临 韩东青被这些事情惹得很是烦恼 打算今天就去约会 看着手机里的这个张先生 心想身材也毫无侵略感 不论何时也会赴约的决定完胜就约他了 这时的红月独自待坐房间 此刻的状态很是孤单 明明什么还没有罪倒 就想以艺术家的身份自居 真是搞笑 居然还把所有压力都扔给韩东青去承担 他为他自己今天对韩东青的作为而感到羞愧 此时另一边韩东青正打算打开约会对象 但是突然收到红月的道歉信息 韩东青望着红月发的信息 竟有些出神 想起夏宾曾经也算是红月关系最近的同事 这暴力般的切割似乎对红月来说算是太残酷了 他一直都是个心怀悲悯的孩子 一直都是 韩东青最终还是决定给张先生打去了电话 到那时电话接通后 韩东青瞬间乱了阵脚 支支吾吾的不知在说下什么 也没有总结出一句话来 随后似乎做好了某种决定 只见韩东青一本正经的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办电话套餐 但是对面直接戳破了韩东青的谎言 说他有存韩东青的电话 是不是想要约会 韩东青坚定的说不是的 他的公司倒闭了 现在在做电话销售 对方一听 决绝的挂掉了电话 韩东青一阵汗言 果然人还是挺现实的 懊恼的捂住头 直后悔 这时的音像店内 韩东青意外的发现了一部珍藏片 这个片子他以前经常和红月一起看 被艺术家们的震撼到现在还记得 自从找不到后 红月还一直嚷嚷着想看 另一边的红月站在阳台上 他在想是不是自己一味的向韩东青的索取 让其感到困惑了 随后突然接到韩东青发来的信息 红月看着信息一言不发 另一边韩东青正在音像店门口等待着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是红月前来寻找韩东青了 红月朝后扭头一看 韩东青正在朝着红月打招呼 红月看着韩东青正的出神 红月还是想一如反顾地奔向韩东青 但是又唯恐伤害到韩东青 红月站在人群中 独特的美貌很快被人认出来 他证据中热点特高的红月 韩东青看到这一幕突然想起 红月现在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大明星了 此刻的红月被众人围堵 都想与其拍照 红月朝着韩东青那边一看 瞬间这了急 原来是韩东青默默地走开了 韩东青让红月不要叫他 做他此刻该做的事 红月看着他的舅舅韩东青 随后答应了下来 脚步停了下来 韩东青躲在角落里 心里有些落寞 是的 他和红月已经不能再随随便便地 再走在大街上了 韩东青真的就再也不可能 再和红月一起上街了 只听见一声红月说他回来了 韩东青关心地询问红月没事吧 红月表示没什么事情 可是突然看到红月手里 拿了一些小礼物 韩东青看着这些东西 询问红月这些都是什么 红月解释是粉丝们给的一些礼物 还有人排了三个小时对买的蛋糕 红月忍不住地高兴起来 小心翼翼地摸着粉丝们送的礼物 随后将粉丝送的礼物放在桌子上 陷入自责之中 之前就有导演告诉红月他缺乏表达能力 之前还不理解 现在好像明白一点了 演员是面向大众的职业 随后抬起头转身 告诉韩东青他会一直记着 红月向韩东青保证 他下次一定会演得更好 他一定会做出改变 让他的舅舅看到 韩东青望着这个日渐成熟的红月 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呢 红月告诉他的舅舅他先去换个衣服 地板都被他踩脏了 望着远去的红月 韩东青的心里似乎有个声音一直在叫 他再也不能独占红月了 韩东青郁闷地拿起小兔子 不停地揉捏 突然他直接愣住了 那是因为小兔子已经被韩东青揉捏得不成样子了 韩东青愕然 这可怎么办 手脚慌乱地只想把小兔子尽快地恢复原样 经过不停地努力 终于有一点想那个样子 韩东青深深地呼的一口气 仿佛压在心上的一颗大石头落下底 随后红月地叫着舅舅让齐与他一起看 韩东青回答好 此时电影房内 二人坐在那里在看着影片 红月偷偷看着韩东青 沉浸在影片里的韩东青 表情似乎柔和了很多 眼睛里似乎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光芒 红月心中感叹 无论看韩东青多少次都觉得好美 可是如果红月把手伸过去的话 一切的安静恐怕又会变成碎影 红月一度怀疑自己是太自私了 就像他那被通缉了八年的父母一样 红月询问夏冰的近况 张姐告诉红月 夏冰失踪了 暂时找不到他的踪迹 红月担心地问夏冰会自杀吗 张姐看着难过的红月 不知如何作答 只听韩东青说了一句 会耐又如何 既然选择一行 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用尽全力生存下去 红月只是默默地回了一句恩 星途娱乐大厦内一群人走来 是方威 星途唯一真正的套 方威微笑地看着众人 询问老板的在哪 一瓶汽水从售卖机中拿出 是红月 随后转过深正打算离去 却和迎面走来的人 差点撞个满怀 吓得二人都是一击零 方威看着面前的人愣了一下 红月赶紧想其道歉 说他没有看清楚 可是当红月看清楚面前人时 也是冷了一下 方威紧紧地盯着红月 随后换上一张十分灿烂的笑脸 和红月打着招呼 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唏嘘 红月看着变化如此直大的方威 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恩 红月的简单回话 让那个方威愣住了 怎么也想不到他今毫无反应 方威怀疑地询问红月是否认识他 红月认识的方威前辈 方威心想那今认识 为何还只是回一个恩 最起码应该说一些崇拜他的话语 心想红月连最起码的客套几句都不想干 果真是老虎不发威当他是病猫啊 方威随后打去红月居然喝无糖饮料 便夸奖红月 便不怀好意上前 突然直接上手捧住红月的脸 心想居然脸蛋上一点的瑕疵都没有 浑身也是鼓鼓的肌肉 然后猛地发力用力揉捏 红月的脸蛋 红月直接将方威的手甩开 只见红月的脸被揉捏得通红 红月大声地斥责他 究竟在干什么 方威假惺惺地表示他只是看着红月太可爱了 就忍不住地想捏几下 用力过猛而已 然后就走 留下不能发怒的红月 初到急巅峰方威 红月切的一声 恐怕也只是雨而已 老板办公室内 方威出言调戏韩东青 如果韩东青是个女人 那方威一定非他不娶 此时的屋外 殊不知二人的谈话看 都被门外的红月听得一清二楚 韩东青问方威他最近的口碑和数据看了没有 方威不耐烦地回答 没有也不想看 原来是方威据网友们一众的评论方威 又扑街 收视倒数 带不动戏 方威愤怒地说他又不是没有好好的演戏 突然转换话题 逼问老板是不是最近对红月太上心了 都没有时间去给他好好地争取资源 韩东青回答他的资源 一直都是韩东青认认真真去谈的 并且也是最用心的一个 方威威胁韩东青最好是这样 否则星途离了他这个top可什么都不是 红月在外仔细倾听者屋内的对话 方威大声怒吼 他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在往下滑 无法上升 他此刻站在高处 而脚下则是万丈悬崖 表情可怜地让韩东青摸摸他的头 他喜欢这样 随后警告韩东青以后他的每一部剧都必须要比红月的好 这样星途不会失去他 韩东青直直地盯着他 红月现在估计充满了愤怒 韩东青妥协思地看着方威 随后慢慢地伸出手 然后把手放在方威的头上 看着方威这心满意足的样子 韩东青安慰方威 红月的表现虽然很好 但是方威的影响力远远大于红月 最优质的资源肯定是给他的 方威这是放松下来 说他怕韩东青喜心厌旧 忘了谁才是星途的顶梁柱 门外的红月思考着顶梁柱三字 看来只要成为了顶梁柱 就可以命令老板做任何事 红月心想还真是感谢方威告诉他这么多 走廊内 韩东青刚从办公室里走出 突然大喊红月站住 怎么突然就躲起来呢 原来真的红月 红月小心翼翼地露出脑袋 说恐怕韩东青忙就没有叫他 韩东青看见红月的脸 着急询问是怎么回事 随后着急忙慌朝着红月奔来 红月无奈还是没躲过去 被看到了 只能撒谎说是被蚊子咬的 韩东青愤怒地说当他是个傻子吗 蚊子会咬成这个样子 让红月赶紧说实话 红月心想这种迫事不能让韩东青知道 就说是在心里默演了一遍脸部受伤的心 韩东青直言还和小时候一样 学校曾经让你表演流浪猫 结果你混在猫堆里 红月小声和韩东青道着歉 说他下次知道了 随后询问刚才办公室里的事 表明自己已经听到了 他竟然拿心图威胁韩东青 韩东青为方威开脱说他只是最近状态不对 好像感受到某种伟大危机 才会如此的失态 红月心想那是失态那分明事有毛病 继续询问韩东青那样的语气和他说话 舒服吗 韩东青表示他当然不舒服 但是方威说的也没有错 但是韩东青是老板 他必须出卖你协调此事 红月此刻也多想成为韩东青的顶梁柱 这样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韩东青了 随后韩东青又担忧起红月的脸 并无大碍韩东青说这几天里会有个晚宴 他会带着红月和方威一起去 红月询问那家伙也要一起吗 韩东青默认 问红月一会回家吗 回的话就一起 红月说好的 此时的车停在公司门口 韩东青嘱咐刘秘书稍等一下 一会红月出来一起回去 这时的红月帅气地走出大门 只见一群人迅速地将红月围绕起来 韩东青怎么也没料想到会发生如此的情况 此刻红月被一群粉丝围着拍照 韩东青赶紧打电话通知保安 让其下来解决 随后吩咐刘秘书回家吧 刘秘书询问现在还不能公开他们的身份吗 韩东青淡淡地恢复了一句是的 心想估计公布出来不知道要有多少事情 好一会一声门响 红月都累得弯下了腰 这摆脱粉丝可真不容易啊 刚到家只听见韩东青叫红月赶紧过去 首先看到了放着帽子毛衫鞋子等东西 红月看着这一幕充满了疑惑 问韩东青这是什么 韩东青表示红月以后不能再这样出门了 他要给红月好好的打扮一番 随后韩东青严肃让红月把衣服脱了 红月一听充满了震惊 这是要他脱衣服 韩东青居然让红月把衣服脱了 红月听了之后瞬间睁大了眼睛 心想这是要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吗 红月疑惑地问韩东青要脱那个 韩东青语言简洁地说上衣 红月呕了一句 随后默默地解开衬衣扣子 韩东青一看红月居然解开衬衣扣子 随后恼怒给红月说外套是外套 红月埋怨舅舅不说清楚 他还以为全部都要脱掉 韩东青郁闷地说哪有先解扣子的衬衣吗 红月随后很听话得将外套脱掉 韩东青默默地递给了红月一件衣服 让他穿这件 并嘱咐红月把帽子也戴上 但是红月并不听话 没办法韩东青只能亲自帮其戴上 但是眼睛低下一看 瞬间震惊 这沟壑纵横的八块腹肌 别说韩东青看着愣住 就连我看见也带口水直流啊 再看着红月帅气的脸庞 心脏更是蓬蓬地直跳 韩东青赶紧低下头 让红月把扣子扣上 红月呜了一句 就乖乖听话地扣上了扣子 韩东青又把眼镜和口罩递给了红月 红月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都认不出自己是谁了 韩东青解释以后 会有更多的人认识他 能藏起来就藏起来 红月惊喜地说 他还没试过这种造型 韩东青说要慢慢习惯起来 就算不戴帽子 也要戴上眼镜和口罩 红月面对着镜子调皮地 和韩东青一起比个一 韩东青嘱咐红月以后这方面的事 要自己注意一点 随后要担忧地看着红月的脸庞 看着红月的脸庞 韩东青心疼地说只让好好护理 应该很快就能消下去了 只见红月喉结一动 低沉地嗡了一声 韩东青看见觉得心里跳动 随后就告诉红月给休息了 便转身离去 嘴声响个不停 是红月 红月只怕哪天 他真的会把韩东青撕碎吞了 因为他是赌徒和杀人犯的儿子 红月懊悔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另一边的韩东青房间内 韩东青躺在床上 原本想看几本书的 到那时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进去 韩东青还以为那天的事情 能被记忆掩盖或者掩埋 但是不论怎么掩埋 总归还是会冒出来 红月就是用那诱人胸膛 贴着韩东青后背的 韩东青只感觉那太真实了 韩东青坐起身来 红月已经是个成年男人了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那个小小的小红月长大成人了 但是在韩东青的心里 红月永远是韩东青的外甥 这是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的 一月的早上 红月正躺在沙发上 韩东青一出门就看见了红月 疑惑红月怎么睡在这里了 只听红月说梦话 叫着母亲父亲 这究竟是为什么 韩东青听到后一愣 此时的红月已经泪流满面 喊着母亲别走 韩东青还未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听着红月的梦话 并还泪流满面 韩东青懊悔地知道他不给这样 拿红月来弥补韩东青愤怒和不甘 用红月父母亲的过错来惩罚红月 让红月丧失了自由 可是韩东青又怕他一松手 红月就犹如那风筝断了线一样 随后匆匆逃走 只怕红月到时候真的会和韩东青成为没有关系的人 韩东青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眼中满是心疼和自责 小心地擦拭红月脸上的泪 自责他这个舅舅总也做不好 做不好失去他这个小外甥的准备 只见红月猛地惊醒 直接抓住韩东青的手 当初质问是不是怀着感情生下他 养大他的 红月流泪满面大声喊道 为什么那种感情说不要就能不要 祈求韩东青别像他父母亲那样扔下他 什么理由都可以 只要别让他走 韩东青哈索他能去哪 他还没有还清楚韩东青的钱 在欠款还没有还清之前 红月哪也去不了 别想得那么美了 红月淡淡地回了一句恩 猛地一下把韩东青抱在了怀里 红月让韩东青放心 两人拥抱在一起 安慰着彼此受伤的心灵 几天后的酒店 正是演艺圈人士的交流晚宴 韩东青带着帅气英俊的二人登场 一个顶流明星方威 另一个则是心境小花红月 众人看着韩东青身边的二人 都在说星途娱乐的势头不错吗 此时的交流会上 各位人士都在进行攀谈 只见以为西装男上前向和红月聊聊 韩东青说刚然可以 随后引导红月与这位导演认识 导演将红月引到一旁进行交流 扭头查看韩东青和方威所在 只见有人问方威怎么看待 他最近的演技和人气 遭到质疑这件事 方威听到后 脸色犹如吃了响 只见韩东青轻轻地拍了拍方威的后背 表示不管有什么困难 韩东青都会和方威一起度过 看着方威此刻的模样 红月怎么感觉 感觉想成为顶梁柱的愿望 被当头敲了一棒子 随后拿起桌子上的一杯饮料 依在一旁的柱子上 本以为韩东青是处于被人逼迫的境地 而红月会将成为救韩东青与水火的英雄 突然醒悟他实在是太傻了 方威是在他舅舅旗下成名的 而且他们也是一起经历过重要时刻的伙伴 是他没有充分地从他舅舅的角度出发 哎 这种感觉也太不爽了 红月表示以后他舅舅打算珍惜的人 我他会珍惜的 为了舅舅 他会对方威礼貌点的 只为了他的舅舅韩东青 突然扭头查看韩东青和方威去哪了 一看韩东青正在和别人交谈 心想还是在等一会再过去吧 疑惑方威去哪里 仔细查看便看到方威的所在 看着方威 红月只觉得奇怪 便走了过去 只听见导演和方威交谈 邀请方威前去宝丽离开星途 并且宝丽也愿意帮方威赴违约金 方威表示如果韩东青捧红月的话 他就会离开 他可以在其他地方当小弟 但是在星途他必须是头 导演让方威再仔细想想 宝丽的大门为他打开 红月听到谈话结束 便赶紧离开 红月觉得此时还不应该告诉韩东青 他先提防着点方威 红月找到韩东青 询问他今天应该挺累的 韩东青默默地回了一句恩 二人坐在拿起犹如一幅画 红月问韩东他用什么方式与韩东青相处 韩东青会最舒服 韩东青默默地说 只要这样乖乖的就好 做他的外甥 红月愣了一下 韩东青表示他的父亲去世的早 从小就没有亲生父亲的记忆 也从未享受过大家庭的热闹与温暖 这也成为了他心底的渴望 等到他母亲说要改家时 他的年龄也已经不小了 可却燃起了一种完全不像大人的期待 一个渴望得到家庭的期待 后来就是红月家庭的加入 由于对家庭的渴望 所以并没有防备 并借给了红月父母很多的钱 房子家当都卖了 只是没想到从开始 红月的父母就在跟他演 红月急忙大声解释他没有演 韩东青表示他知道红月没有演 红月给他外声最少显得他没有那么蠢 问红月知道这么多年 想知道韩东青对他是什么感觉吗 自顾自暇的说 其实就是最后一根稻草的依赖 红月急忙打断韩东青 让韩东青听他说说 韩东青表示他不想听 让红月也不要说 红月伤心的说就那么不想听吗 难不成韩东青想让红月一直假扮 安抚韩东青内心空洞的的那个小红月吗 可是他终究是长大了 他不再是那个小红月了 韩东青不应该再逃避了 也该正式 突然一阵铃声响起 打断二人的谈话 原来是韩东青找的按摩师出差了 韩东青只能选择延期了 红月询问韩东青是不是后背疼 他可以帮韩东青暗暗缓解一下 韩东青让红月少胡闹 红月的不满的说他会的可多了 毕竟他一个人生活了那么多年 突然走上前去 毕竟问韩东青不是是怎么知道 身为老板总是不听别人说话 就随便下绝论吗 难不成红月真的要对韩东青做些什么 说话声传来 这穿着衣服怎么按了 韩东青只对红月别搞得他那么专业 简单按几分钟稍稍缓解一下就行了 红月直说韩东青嘟囊 让他趴好别动就行了 随后告诉韩东青 力道不合适的话直接告诉他就行 红月便按边说韩东青 他的后背太僵硬了 要多多注意休息 韩东青夸奖红月按的还是挺舒服的 红月解释那是当然 以前红月在上学的时候形态老师经常帮他按 韩东青一听瞬间警觉 直接坐起来质问红月的老师是男是女 现在都可以给学生按摩了 是不是也太没分寸了 红月看着发脾气的韩东青 突然上前说 韩东青不是不想知道红月在学校的的是吗 韩东青一听犹如小孩子赌气般的 直接盘在床上不问了 红月看着生闷气的韩东青哈哈大笑起来 说不打趣他了 只是普通的男老师罢了 韩东青生气到他才不想知道 红月无话 慢慢地摁着 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突然上前趴在韩东青身上说了一句 其实他早就知道 他舅舅的取向 韩东青听到后直接愣住 其实红月很久以前就看过韩东青的电脑 韩东青和别人在打电话说 他这辈子就是个怪人 当时的红月还小 根本不懂韩东青为什么说这些话 所以在韩东青不在的时候 红月就偷偷查看了韩东青电脑上的图片 他很震惊 但是红月现在明白了 那也是红月此时想对韩东青所做的事 韩东青听到后猛然做起 一脸的不可置信 惊讶地询问红月是不是看了他的电脑 所以才会 韩东青懊悔地看着红月 韩东青继续说如果是他的行为误导了红月 还他侮辱了戚图 那他会羞愧地去死 红月直接抱住韩东青解释说 他无论喜欢做什么事情 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他的舅舅无关 怎么回是韩东青的问题 如果是韩东青害的他 那又是谁害的韩东青呢 韩东青的理智告诉他此刻推开红月 但是红月的怀抱以及沉稳的声音 让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温暖 张力说这几个男二角色是老板同意出演的 随后询问红月想要演哪个角色 红月告诉张力就这个了 张力里看了看原来是杀手 笑到红月是不是对演坏蛋有执念啊 问红月就那么想当混蛋吗 红月表示对啊 张力顺便告诉红月说这个剧的男一号是方威 就是追扑他的角色 红月一听怎么是他这也太烦了 回到家后红月问韩东青怎么回来那么早 韩东青哈索他今天想放松一下 韩东青问红月有没有再好好看剧本 而且那个角色也是韩东青反复率选过的 随时反派但很有人格魅力 人物也很饱满的 让那个红月好好演吧 会被观众喜欢的 红月眼神随意一瞥 便看到了韩东青的胸膛 红月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直接伸出手来 问韩东青洗澡都是不吹头发的吗 急剧诱惑的对着韩东青恩了一句 这场景让韩东青只感不妙 心脏扑通扑通调个不停 韩东青直接扭过头 决绝的说吹了但是没干 急忙捂住自己的衣服 告诉红月他回屋一趟 直接就走了 红月看着离去的韩东青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 此时的韩东青长呼一口气 心想不能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洗手间内 红月心想应该继续做个乖外生 就像此刻闭上眼睛一样 红月很喜欢他舅舅平静放松时的样子 韩东青能接受的只有红月带给他的亲情抚慰 就连防备都忽略了 好像他们也只能这样平静的相处下去了 可是 红月着急的喊到舅舅韩东青 可是他的面前似乎有一道瓶 用尽力气壮的一声矿响 红月不甘心就这样 他不信他们可能只能这样 只见屏障慢慢碎裂 突然碎张因声而裂 但是屏障的碎片也划破了红月 红月心想不管韩东青接不接受真实的红月 但是他自己必须接受 因为他不愿意再做一把守卫假象的锁 韩东青夜起刚想喝杯水 刚打开灯 居然看到了红月还坐在那里 询问红月这么晚怎么还不睡 疑惑的问红月在喝酒 红月询问韩东青有没有过这一段体会 对是做生命的东西撒手 在撒手的那一刻就会死去 韩东青听到后突然一瞬间打心里动摇了 红月说有那么一瞬间他突然很想尽早还清韩东青的钱 韩东青听到后直接呆住 黯然失色此刻用来形容他都不过分 在那么一刻韩东青估计没有想过红月竟然会这样想 不是韩东青不去想 而是韩东青不敢想 他无法接受红月离他远去 韩东青的突然变化 令红月意识到不对劲 韩东青问红月他不是说过他的梦想下辈子在实现吗 这辈子只为韩东青 是不是以为他为了钱 所以才会阻碍红月的梦想 然而说出的这种话 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牺牲红月的前途 来赚取钱财 他对红月的每一步规划 都是希望红月最后成为一个人人尊敬的演员 如果红月实在担心这个事情的话 韩东青告诉实在是没有必要 不希望红月是为此而着急摆脱韩东青 红月没有想到一向以掌控者姿态的舅舅 会向红月低头 随后赶紧走向韩东青 向他的舅舅解释他想歪了 红月不是那个意思 他错愕地看着舅舅 舅舅落迹的样子让他满是心疼 红月好像把他舅舅惹不高兴了 红月告诉韩东青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想想撒手的不是梦想 更不是摆脱韩东青 也绝对不会因此离开 他只是再也也不想回到以前了 一个总是担惊受怕被抛弃的小红月 他想走出这种包围圈 韩东青猛地将红月推开 韩东青不敢想象 总觉得红月还是那个小孩子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昨天 红月看着离去的韩东青 自从红月第一次看见韩东青 就觉得像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初恋情人 红月从来没有把韩东青看成亲人 而韩东青却真正地把红月当成了外甥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 红月也算是个不幸的家伙 但是红月不想再回头了 电视剧火化的拍摄现场 工作人员询问红月做好准备没有 只见红月另一改往常的形象走来 毕竟他演的这次可是各个小坏蛋 开拍 演员就位 开拍 此时的红月已经进入演员状态 和红月此时进行对戏的正式方威 剧中方威义正言辞和红月说 他觉得他应该来找红月 红月脾帅地笑着难不成是在怀疑他吗 扭头询问方威理由是什么 方威直接一番大话连篇的逻辑说到出来 红月说方威确实继承了他养父的能耐 还真是代代相传啊 导演直接一声咔过了 让演员们休息一下准备下一场 红月坐在凳子上 研究着下一场的对戏的剧本 红月总觉得这个部分不太好 决定去跟导演沟通一下 只见方威的经纪人和导演在一起 二人正在商量着删减红月的镜头 只留下方威的镜头 红月看着二人删减自己的镜头 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方威经纪人说男主被男儿压住的话 整体效果会很差 效果不好的话 方威的粉丝们也会口诛笔伐的 导演说这些因素 他在拍摄时都会考虑到的 红月原本还想着找导演上来那个一下剧本 最后也没有说话直接转身离去 走出拍摄影院开车离去 树林里 红月知道配角为主角服务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红月有点在意但也没有丧的不行 但是自从知道了这些门道以后 反而觉得演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身体里好像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由于外公以前也是剧团的演员 吸气呼气最后睁眼会变成另外一种人 红月打小就对他外公这套动作很是着迷 很快就回到剧场内 此时的方威迎面走来 红月现在还不想和方威搭话 方威讥讽红月一天天的 也不知道忙忙碌碌的在认真什么 反正不管做的再多 都会被删减掉的 红月满不在乎的说删了又不代表就消失了 他眼不眼和方威都没有关系 他眼是因为他喜欢而已 留下原地的恼怒的方威 方威此刻充满了疑惑 难不成被超过的耻辱感真的消失不了吗 此刻的方威在想 他怎么就好像没那么喜欢过演戏呢 方威不是很喜欢自己做的事 但是却能得到别人拼命得不到的东西 方威心想他能失去这一切吗 不能 绝对不能 城市的咖啡厅内 只见小胖说 韩老板让查的事情有结论了 下宾的是有人在背后推动 韩东青询问是不是宝丽干的 小胖瞬间惊讶问韩老板怎么知道 韩东青解释他们两家是同时期开始发展的 是直接的竞争关系 并且宝丽也在推荐和下宾一样类型的艺人 当然这件事也怪不得宝丽 是韩东青没有做好调查 只能告自己以后别大意 开门声响起 韩东青刚到家 就听到了红月在叫他 红月说舅舅回来了 但是红月脚下突然一滑 红月惊呼 身体控制不住的向前倒去 只听东的一声响 红月摔倒在地 韩东青急忙转身回头普查看 急忙奔跑上前 询问红月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难不成红月没有吃饭 红月解释没有 是他忘吃了 红月担心的一整天红月都没有吃饭吗 红月解释今天没有戏 他一直在看剧本练习来着 韩东青听到后表示他也真是服了 厨房里一阵乒乓响 韩东青正在做着美味的饭菜 韩东青心想红月简直不靠谱 居然只顾剧本一整天不吃饭 可是如果红月不这样 韩东青也不会连衣服都没换完 就端起过来给他煎饺子 做好饭后 红月直接风卷残云将饭消灭 韩东青让红月下次注意点 别等韩东青跟红月发火 韩东青眼神一瞥 询问红月的头发怎么是这样子 红月解释是化妆师让他维持一段时间 并问韩东青这是怎么了 韩东青说只是觉得好陌生 就像个陌生男人在房间里 红月抬起头看着韩东青 脑子里碰发出一个好玩的想法 最后将手里的盘子一放 猛地扑向韩东青 直接将韩东青扑倒在床 说他要假装截走韩东青 韩东青用手撑起红月 让他快起来别闹了 刚吃饱 红月突然轻声呼唤舅舅 说他就算是死 也不要和韩东青分开 韩东青看着红月 觉得身体的最深处神经抽动地站立着 红月的气味随着每一次的呼吸 进入了韩东青的肺部 通过血液进入了每一个细胞 再这样下去真的就无法把除了 一阵一响打断二人的打闹 原来是韩东青的手机 韩东青说让他快去接电话 拿起手机一看竟是方薇 询问方薇是有什么事吗 只听见方薇发牢骚的话语涌出来 不是在说剧组不好 就是在说化妆师不行 要不然就是摄影师的审美不行 韩东青安慰方薇让他冷静点 这已经是最高团队的水准 但是方薇仍是喋喋不休 韩东青直接怒斥每个演员 都有自己致命的瓶颈期 方薇现在这样并不是例外 韩东青不会忘记那个虽高傲 但是却一心求教的方薇 所以才会凭借处女做一炮而红 希望方薇也不要忘了 红薇问韩东青怎么样 韩东青解释说 现在说什么他也不会听进去 还不如不说 赶紧回头问红薇拍戏 有没有遇到困难 红薇想起导演和方薇经纪人 将他的片段删减 随后赶紧摇了摇头 因为他不想让韩东青为他担心 红薇说最后一天的杀青戏很难 问韩东青那天能不能来看看他 韩东青说好他会片场的 表明他那天有个会议 但是时间来得及 韩东青会先去片场看红薇杀青 红薇点点头 此时的拍摄现场 一群人正在忙着拍摄准备 此时的红薇出现 帅气的坐在摩托上 一脸惆怅的走了过来 只听导演大喊暂停 让那个红薇再沉静一点 这段需要重拍条 红薇郁闷的嗡了一声 以后问张姐老板没来吗 张姐说刚才就来了 但是去休息室了 和方薇一起 方薇的状态不太好 老板说去配他一下 如果红薇有需要的话 张姐去找他 红薇低沉说不用了 让张姐别打搅他 导演说好了开拍 红薇再次摄影机前 红薇总觉得哪里不对 总觉得缺点什么 莫名的不安 导演一声咔 让红薇过来一下 影视组再次停机 导演告诉红薇 他一直存在问题 之前的那股冲劲 影响现在的问题 现在必须要说一下了 红薇一直探不到正确的点 总用表演去遮盖 会显得痕迹很重 这是一场多重感情交织的戏份 导演夸奖红薇很有魅力 但这场戏的表现 不足够让人和他 达到感情的共鸣 询问红薇父亲 也很爱红薇的 对吧 红薇却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他有父爱吗 导演听到红薇还笑 训斥他认真点吧 别再笑了 红薇向导演道歉 导演无奈 让其调整机位 准备开始 此刻的红薇 终于明白心里的不安是什么 总以为他的演技 是天下第一号 今天才知道 他仍然是个 无法引起人共鸣的小演员 这次他好像真的办不到 作为演员的不合格 将被记录在荧幕中 心想他舅舅应该还有个会议 此刻应该已经来不及了 红薇困惑 韩冬青怎么还不来呢 这时的导演提示 红薇要打起精神来 红薇只得强迫自己打起精神 只听见一句 请让一下 是他的舅舅 韩冬青终于回来了 红薇看到终于回来的舅舅 二人就这样对视着 韩冬青只是轻轻地 朝着红薇点了点头 红薇的内心的一颗大石头 也终于落了下来 红薇扭过头 回归剧中 此刻他心里的父亲 也变成了他的舅舅 表情也就变得很自然 导演夸赞红薇 现在情绪非常对 直接开拍 韩冬青给秘书打电话 让那个奇斋会议要点 他现在走不开 他是真的走不开 因为刚才红薇的眼神 就像一个没人要的小动物一样 红薇诉说着台词 像是与真正的父亲道别 随着一声喷响 红薇痛苦倒地 导演看着红薇的眼睛 很是惊喜地奔向红薇 夸奖红薇这完全是他要的效果 非常激动地抱住了红薇 韩冬青也是高兴地为红薇鼓掌 剧场内 演员的更衣室内 韩冬青推门进入 让红薇换好衣服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突然一个大手袭来 是红薇 红薇直接抱住了韩冬青 直接降门关注 并将其反锁 韩冬青质问红薇干嘛锁门 但是红薇突然说 韩冬青不可能知道 他有多爱韩冬青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韩冬青错愕地看着红薇 让其别闹了 猛地发力推开红薇 可是韩冬青的力气 怎么可能推动红薇 红薇问韩冬青 他老是这么说 可韩冬青一次都没让红薇死心过 韩冬青气愤地说 用这张出众的脸蛋去 亲近任何人也没人能抵抗红薇 更何况他这么一个同型恋老东西 一个肮脏 无耻的老东西 红薇听到韩冬青这样说 很是震惊 直接抓起韩冬青得手 韩冬青愤怒地问红薇是听不懂话吗 难不成是个混蛋 红薇说那就当他是混蛋吧 他再也不能压抑他对韩冬青的爱 就让他来做个坏人吧 不顾反对稳了过去 夜晚韩冬青站在阳台上 韩冬青到现在都不记得 他是怎么回来的了 直到现在脑袋是萌萌的 回想起更衣室里的事情 韩冬青心想那小子 越来越会接吻了 韩冬青突然觉悟 他自己是疯了吧 BB和外甥变成那种关系 该怎么立足 红薇可是会成为大明星的 他居然会认真地想在一起这件事 这可是太混蛋了 突然一双大手也搭在了栏杆上 红薇紧紧地保住了韩冬青 告诉韩冬青他们永远在一起 谁也不离开谁 他会好好拍戏挣钱 将来建一个很大的私人影院 他会努力成为一个影帝 还要在颁奖礼上说他爱韩冬青 韩冬青说红薇不知道什么是幼稚吗 难道不知道现实多残酷吗 还还没有说完 就被红薇捂住了嘴 红薇说他一定会让那个韩冬青过上那种生活 韩冬青听到红薇的话 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 韩冬青就是想反抗也反抗不了他 毕竟他的力气也太大了 城市的广场上 一大屏幕上正播放在红薇与方薇的电视剧火花 热搜榜上位居第三的是方薇男主演成了男二 红薇位居第二 记者们也是争先抢后采访红薇 大街上也是都在评论红薇的粉丝们 星途大厦内张力的电话也是快被打爆了 张力告诉电话那面红薇荡期满了 暂时不考虑接其他活动 张力告诉韩老板 现在找红薇演主角的戏已经陆陆续续的来了 下一次的身价估计会翻倍 夸奖红薇现在是星途最受关注的演员 就连方薇也比上 韩冬青高兴的回应着 但是最后又低下了头 看着不知是有什么心事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碎势不断的掉落 方薇回头竟是红薇 之间红薇举起手来 直直将方薇推下悬崖 方薇恐怖的呐喊 突然一声不想撤天际 原来是方薇居然在做噩梦 他被吓得呼呼喘着大气 是的 他好像真的被红薇挤了下来 终究是拨通了那个电话 他问秦老板他准备好跳草保丽了 秦老板告诉方薇保丽一定会给他最高的待遇 但是在此之前 方薇要替保丽做一件事情 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方薇直接震惊睁睁大了双眼 老板室内 韩冬青问方薇真决定跟他解约吗 真的非要走到哪一步吗 方薇说都是因为红薇 曾经韩冬青说过会把最好的资源给方薇 但是红薇的资源才是最好的 韩冬青反驳再这么下去 他会被任何人打败 没有红薇还有别人 那是因为方薇的心理清楚并不是因为红薇 方薇犹如一张遮羞布被撤下 愤怒地让韩冬青闭嘴闭嘴 韩冬青继续说方薇害怕跟红薇同台竞技 毕竟在住场被打败是很难堪的 方薇是想逃走 方薇再次大声怒吼 韩冬青说他必须说没人扒下方薇这层皮他来扒 不管方薇以后发展如何 他都希望方薇能蜕变 切不可迷失了自己 韩冬青看着方薇转身离去 方薇说就等着收他的解约信吧 韩冬青继续说他还跟以前一样 不管什么时候方薇打电话来他都会接 方薇说他只是把韩冬青当做一个垃圾桶一样 倒个垃圾一样而已 韩冬青说他知道 但是他愿意 一声关门响 留下了韩冬青一人 方薇走在大厅内 回想起秦老板让他做的事 原来秦老板让方薇宣布离开星途的理由 就是星途为捧星柱子而打击利用方薇 而且他还有很多忠实粉丝 他们会为方薇的离去而讨公道 这才是秦老板的真实面目 让星途的口碑一落千丈 天空灰暗 似乎老天也在为星途的未来而哭泣 方薇真的要解约 韩冬青让红月不要太惊讶 只是人员不可避免的变动 红月担心的问公司会受影响吗 韩冬青表示很行 并夸奖红月现在成绩很好 完全能担当抬柱子 红月疑惑是这样吗 毕竟韩冬青询问他是不是藏着什么事 韩冬青反说 说到藏应该是红月藏着似的吧 被山西的事竟然一个字也不提 韩冬青还是从工作人员那知道的 都以为是他调教的红月心态好 红月表示他不想拿那些负面的东西给韩冬青添麻烦 总是抱怨会显得特无能 如果韩冬青有一天厌恶他 他接受不了的 韩冬青安慰他能及时的发泄负面感情会有利于成长的 让他当垃圾桶他也是可以的 他希望红月赶快成长起来 能独当一面 乘风破浪 红月心想韩冬青转移话题了吧 另一边的酒店 韩冬青推门而入 说秦老板他过来了 秦老板欢迎韩冬青 可是他可真是伪装作息 跟韩冬青说最后核对一下方薇的交接问题 并说韩冬青没有意义的话 今天就能亲眼看到 方薇签约成为他的艺人 韩冬青表示他只是来送方薇在星途的最后一程 忽然听见有人说你好啊冬青 真是好久不见了 韩冬青闻言愣了一下 原来他是娱乐投资人 周云翰 韩冬青紧张地问周先生怎么在这里 周云翰哈哈笑道他们的八年之约还没到 不必如此紧张 他不过是个整天无聊到处找乐子的人而已 韩冬青闻言很是震惊 那他们的八年之约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是娱乐投资人周云翰 他让韩冬青不要紧张 他们的约定还没到呢 韩冬青故作镇定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此时待在家里的红月 正忧心忡忡地地望着窗外 想到舅舅出门时告诉自己 他要去处理方薇的事情了 舅舅那假装轻松的模样 红月疑惑 舅舅真的有看上去的那么轻松吗 还是为了不让自己担心 故意表现的模样 红月越想越觉得 当时的气氛非常压抑 一点也不正常 心里也非常担心舅舅 红月赶忙来到阳台上 拨通了刘秘书的电话 问他公司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 刘秘书觉得 老板肯定也是害怕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红月 所以才没告诉他 红月的心里忐忑不安 舅舅没心思告诉他这些 祈求刘秘书把公司最近的变动告诉他 刘秘书长呼一口气 公司的经营模式都是公开的 老板大概不好意思向红月开口 这么说吧 方威的解约对公司影响非常大 当初韩老板签下过对赌协议 红月震惊不已 刘秘书解释道 韩老板当初和周云翰签下八年对赌协议 八年之内 星途如果能做到价值八个亿 韩老板就能取得公司的全部所有权 否则就归周云翰所有 现在还有两年不到 这个时候方威解约 韩老板是顶着天大的压力 这么大的风险 稍不努力所有的一切就将复之东流 这个协议非签不可吗 刘秘书表示 没有风险就得不到钱 没钱怎么发展公司 韩老板太想实现自己的报复了 红月听后 想到以前 自己的爸妈问 舅舅是否还在念书 舅舅满怀期待地说 他打算念影视专业的研究生 他的梦想 就是在这个行业留下痕迹 那时的红月 小心翼翼地在门外偷听着 眼睛里满是憧憬 想到这里的红月 此时在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 狠狠地一拳打在了栏杆上 东的一声 红月的手顿时鲜血之流 都是冷血无情的父母 夺走了舅舅钱 红月伤心自责地低下了头 此时的方威 已经来到了约好的酒店 方威想起 秦老板对自己说的话 只要星途颓败了 自己就能拥有一个新的开始 又想起 韩东清嘲笑自己 就是害怕和红月同台竞技 所以才想逃走 降低战斗难度 方威内心挣扎 犹豫不决 丝毫没有注意到鲜血从他鼻中流出 包厢里充斥着 秦老板小人得意的的笑声 韩老板方威 就是想跳去他的公司 只见韩老板漫不经心地告诉秦老板 让他不要跟自己客气 一旁的周云翰 意味深长地看着眼前的韩东清 就在这时 方威推门而入 秦老板见方威终于来了 顿时激动不已 真是对不住了 没想到方威进来后 就直接告诉秦老板 自己不想跳槽了 韩东清和秦老板 听到这个消息 都感到很意外 方威认真想了一下 觉得自己还是喜欢演戏 方威看着韩东清说他不会逃走了 他的对手 也只有红月 韩东清一时愣住 随即说道当然行 只是他身后的秦老板 看着心情不太好 方威说完就准备离开 没想到是这种结果的秦老板暴怒 混蛋 方威和韩老板是在耍他玩吗 坐在一旁的周云翰 忍不住笑出了声 看着方威离去 韩东清也打算离开 走廊来 听着秦老板发出的不满 韩东清不禁长呼一口气 走那么快干嘛 一道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 韩东清愣住 韩东清愣愣地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 周云翰开怀大笑 他今天真是看了一场好戏 刚才秦老板的脸都绿了 真是太精彩了 周云翰直接笑出了八爪鱼形态 韩东清怀疑这件事情是周云翰直视保利这么做的 周云翰愣住 冷静下来的他 表示自己不是那种暗中失手段的人 韩东清越来越看不清他到底是哪种人 没关系 周云翰对韩东清说以后了解他的机会还多着呢 酒店门口 周云翰告诉韩东清他没有白白投资错 投资他这样认真的人才是真正有乐趣的呀 周云翰突然凑向韩东清的耳边 对他说道 如果再继续做不被世人所容之事 这个世界将会成为韩东清的地狱 韩东清紧张地问他什么意思 指的是什么 周云翰玩笑着说没什么 还戏谑地说韩东清的脸比秦老板还绿 让以后别再气秦老板 临走时 周云翰告诉韩东清 为了他们的八年之约拼尽全力吧 韩东清冷漠地看着周云翰 而周云翰没事人一般地说完走了 韩东清想到自己为追求理想留下的鲜血 只是这个人的调味饮料 越来越看不透他 此时的韩东清清晰地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 还有 刚才的周云翰说出的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酒店楼下 红月一人打车来到了这里 藤月饭店 来时的红月已经 打电话向刘秘书询问地址 红月决定不能再让舅舅一个人走回去的路 红月抬头正主 正好看到离去的方威 红月冷冷地问到解约了 这一幕刚好被出来的韩东清看到 方威嘲笑红月是不是没睡醒就出来发梦 他当然不会解约 他怎么能留红月一人得意 红月惊讶 他没解约 方威快步走到红月面前 指着红月的胸口 说到他早晚有一天也会和他一样坠入谷底 好好享受现在的新人光环吧 红月坚定地说 无论自己掉多少次他都会爬上来 因为他不只是在为自己做这件事 而这一切早被远处的韩东清看在眼里 方威说他等着红月坠入低谷 到时他会尽情地嘲笑红月 红月疑惑为什么要针对自己 又不是自己让他演成那样 什么叫演成那样 为了这事 俩人扭打一团 韩东清看着两人打架 只觉得好笑 突然反应过来 飞奔地跑过去 别打脸 回去的路上 车里寂静地可怕 红月看着舅舅不知该怎么说 韩东清开口说 红月跑来干嘛 不好好在家待着 一点也不听话 红月则说 万一有什么事 总比让舅舅一个人承受好 红月告诉舅舅 反正他已经知道了 对赌的是 看到舅舅为了理想 做到这种地步 反而更加有斗志了 就算这次方威走了 公司受到重创 舅舅丧失了斗志 他也能燃起斗志 红月就是想告诉舅舅这个 所以才等不及救过来了 这时的舅舅已经脸颊微红 轻声说到白痴 而红月的手 也慢慢地想靠近舅舅 直到摸到男人的手背 舅舅感觉到红月的企图 正想把手拿开 红月一把抓住 红月心想舅舅原谅他吧 此时安静的车里 韩东清犹豫一番 还是回握了红月 舅舅原谅他了 韩东清看向前方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只是静静地拉着对方的手 小时候 舅舅问红月为什么想做演员 红月不好意思地说 因为 因为那是他唯一想做的事 舅舅想起以前红月对自己说的话 突然抽回了手 红月不明所以地 看向舅舅 韩东清立刻把头撇向一旁 韩东清直接将手抽回 红月一脸的疑惑 看着他的舅舅韩东清 韩东清却直接背过头去 不再理会红月 回到家后 红月问韩东清 有没有想喝的饮料 韩东清却说 让红月在一周之内 找到房子搬出去 他们之间以后 不能再有任何越轨的关系 红月犹如听不到一样 再次询问 韩东清是喝水还是茶 韩东清扭头查看红月 难不成红月没有听见 红月到底有没有在听他说话 看着红月不搭理自己 急忙走过去 但是在到转角处时 红月突然出现一把搂住韩东清 直接吻了上去 韩东清直接反抗红月 红月却直接抓住韩东清的手臂 一把将其摁在了墙上 韩东清落下眼泪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他的反抗当然算不上什么 红月吻着韩东清 只见韩东清慢慢地放松了手臂 红月看着韩东清 韩东清似乎已经意乱情迷了 最终双手逐渐放开 但是红月突然说 韩东清好像已经有了反应 这句话直接将韩东清 从意乱情迷之中清醒出来 努力地挣脱开来 随后一巴掌地呼向红月 将红月直直地推开 韩东清大吼红月 要清醒清醒 真不珍惜前途了吗 韩东清捂着嘴看着红月 红月落寞地叹了一口气 说他一直喜欢这一个人 他不觉得那是肮脏的事 也不觉得那是错的事情 韩东清解释 只要红月还当演员 这就是错的 不会被大众所饶恕的 死路一条 红月反驳这又没写在圣经上 怎么能说是错误的呢 韩东清直说 希望红月别让他失望 红月犹如孩子一样 沉着脸说他知道了 不用一周的时间 他今晚就会搬走的 先会住进酒店 租到合适的房子 他就会搬过去 在红月路过韩东清的身边市 突然看到红月手上的伤 关心的询问是怎么回事 就像抓住红月的手仔细查看 但是红月直接挡住 并说是之前不小心蹭的 他会处理让韩东清别管了 随后说他去收拾些日用品就离开 韩东清愕然 那是突然变得轻松的表情吗 他在后悔是不是做错决定了 红月走到门口是突然停了下来 对韩东清说 比起他为韩东清所做的一切 稀还能韩东清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件 韩东清直直经住 但是他们的关系又怎能存在着 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关系 周先生讽刺的哈哈大笑说 那是他特意为韩东清求的 让韩东清遇到困难 就低下头来好好拜一拜 韩东清直接拿起一块布盖了上去 原来韩东清书房里面的佛头是周先生送的 韩东清心想他不会失去心土 也绝不会 随后嘲讽自己有必要自乱阵脚吗 韩东清 扭头查看电脑 屋外星星点缀 屋门灯火通明 韩东清坐在电脑桌前 这几年他一直寻找和投资他看好的作品 他只需要相信自己的嘎诀和野心 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地 怎么能沉不住气呢 酒店外 红月驱车赶到酒店 前台这个遮面严实的男子正是红月 他还是很听韩东清的话 毕竟他现在也是公众人物 房间内 桌子上摆放着口罩和帽子 红月躺在床上 此刻的他觉得很孤独 没有来找他舅舅之前 他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现在只不过是又变回以前的样子吧 感到心疼的是因为他太贪心了 他的舅舅韩东清能不讨厌他 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是因为他的贪心 所以现在收到了惩罚 他很不该这样的男为舅舅 红月痛哭流涕溃对于舅舅 明明是来报答他舅舅的 反倒做成这样 另一边的韩东清 在电脑桌前猛的惊醒 大喊红月 但又仔细一想 他不在这了出去住酒店了 韩东清心想在红月心里 对韩东清的感情超越一切 但是排名第一的只有负罪感 那都是韩东清 对红月的逼迫所造成的 手机声响将红月从思绪中拉出 红月一看原来是舅舅发来的信息 舅舅在担心红月手的伤势 问有没有进行消毒 红月一看还真是忘了 给韩东清回了信息后 就赶紧下床去买 他可以什么都不是 但他必须是舅舅的财产 药房内 卖药阿姨一看红月伤得如此严重 指责他这个年轻人 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要帮红月进行包扎 凌晨的12点25分 韩东清看着手机 担心的也不知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也不说发个消息 这么多年不管在干什么 每天的12点前都是会收到信息的 难不成是出什么事了吗 心想也许是今天搬出去折腾太晚了吧 估计明天就照常了 祈求明天会照常如旧的 深夜灯光璀璨 等红月收拾好已经很晚了 红月看着受伤的手 决定今天就不给他舅舅发晚安了 估计也已经睡了 回想起舅舅说让红月别让他失望 红月他也太想实现起自己的抱负了 红月看着自己的这双手 想象着想这双手能抚摸韩东清的脸庞 韩东清的嘴唇 红月沉迷其中 他喜欢他的舅舅 想把手伸入他的嘴里 并撬开的他的嘴 红月及时清醒过来 落寞地走在会酒店的路上 张力走了进来 告诉韩东清红月他出去录采访了 他来跟韩东清商量一下 他接下去的工作安排 而且已经和郑导演约好了 是一部不同寻常的爱情电影 这次合作的女主角是葛奇 一位风格很是强烈的女演员 张力向韩东清简单讲解着这部剧 红月在其中饰演一个真挚爱情 却被这一情侣所欺骗所利用的男孩 而女性的真正的情人 会在另一端注视着这一切 但是她最终回到了情人的怀抱 男孩带着仅存的美好 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张力激动的表示红月出演男孩一定会引起轰动 韩东清表示他没意见 让那个红月可以接手 张力意想不到的说 原本还以为要好好说服一番呢 没想到韩东清答应的那么爽快 韩东清却说他理应突破镜 尝试各种角色 男孩就应该去和女孩接吻 张力高兴的说太好了 他这就去安排 突然想起什么事的告诉韩老板 红月说要找新的住处 他会马上帮红月找到 让韩东清放心 夜晚 韩东清站在窗边 手里的手机显示已经凌晨12点35分了 红月还是没有发来消息 韩东清颤抖着 难不成红月以后也不会发来信息了吗 韩东清悲伤的坐在床边 是的 估计红月以后也不会发了